年仅24岁的赖慧如 当年从歌唱节目出道 后来转战本土剧 出演江慧君而展露头角 他不仅超龄演出 还把角色诠释得很透彻 近日 他拍摄新一年年历 也透露未来三十年 将多了一个甜蜜的新负担 在现实中 他也已是妈妈 和导演老公拍戏相识 虽然相差16岁仍不如婚姻 并在隔年生下女儿 如今 赖慧如终于在演艺圈中 闯出好成绩 家庭事业两得意 现在又晋升为有防疫族 终于熬过过去的苦日子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 赖慧如 近些年 似乎有许多艺人在拍戏时 遭遇意外发生 伤情还好说 但如果伤情重一些 难免会在医院里待上许多天 连带着戏都没法拍 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 在八点当又有亮眼表现的女星赖慧如 媒体透露 近日她前往桃园做两场商演 没想到再回台北路上 由于下暴雨 导致五羊高架积水 造成她打滑撞到护栏 车头直接烂掉 车子安全气囊也曝光光 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从鬼门关走一回的赖慧如 直言自己差点往生 她透露头有点晕 疑似有轻微脑震荡 膝盖深不直 不过照过X光 目前没有大爱 只需要多休息 原定要录像的节目 则先找代班主持 索性没有造成太大伤势 就是先观察 她叹了一口气 真的惊吓过度 目前腿还是无法伸直 赖慧如近期在八点档 黄金岁月表现亮眼 2020年与导演老公 高从凯离婚的她 2021年被曝出 与已婚国标舞老师 刘嘉明相约泡汤 近日又被直击两人疑似同居 对此 赖慧如透过经纪公司 回应媒体承认两人交往中 赖慧如与前夫高从凯结婚四年 育有一女 恢复单身后感情生活备受注目 她因参加节目《舞力全开》与国标舞老师刘嘉明相识 双方在去年被拍到前往北投温泉会馆 由于男方的已婚身份引发外界热议 当时赖慧如经纪公司强调 同行还有其他友人 是朋友们相约出游放松 不过2022年7月14日 两人再度被媒体直击 共骑一台机车出门又返家 期间互动自然 疑似同居中 据了解 刘嘉明已经在2022年5月恢复单身 至于双方是否发展成恋人关系 赖慧如透过时代创意经纪公司表示 希望大家可以给慧如交友的空间 也请大家多支持 她在戏剧、综艺与歌唱的表现 由于外界相当关心赖慧如感情状况 她透过经纪公司11点28分再度回应 进一步表示 与刘老师两人认识多年 感情的发展是双方都是单身才开始交往 没有同居 接下来会更专注在工作上 努力表现 谢谢大家的关心 2021年4月29号 有媒体报道 24岁知名女演员赖慧如官宣离婚了 嫁给大16岁的明导演仅仅四年 他们的婚姻就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当初有多甜蜜 现在就多令人唏嘘 据悉 从2020年8月开始 赖慧如频频被传婚变 4月29号 她突然发出一段文字 感慨不用勉强与不合适的人在一起 就在众人猜测她的婚姻状况时 公司直接出面回应 赖慧如以协议离婚 本人承认了 赖慧如14岁时出演 赋于子出道 此后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星》成为歌手 热门综艺上也总有她的身影 各方面都相当努力 2019年 她因饰演台湾八点档 多情城市的反派角色 终于走红 赖慧如结婚结得很早 2016年 拍摄电视剧《我的老师》 叫小贺认识导演高从凯 16岁的年龄差 也没挡住爱情的来临 剧还没拍完她 已经怀孕 杀青宴上 他们正式官宣结婚 20岁就带求 与36岁的导演结婚 赖慧如当时的举动 被嘲讽是为了资源 暗示前规则 不过看他俩经常秀恩爱 粉丝们渐渐接受并且祝福 为了安心待产 夫妻俩直到2018年 才补办婚礼 现场去了许多亲朋好友 十分隆重热闹 两人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刚结婚时 他们很喜欢晒娃 一家三口温馨幸福 让人羡慕 然而2020年8月 传出婚变消息 赖慧如与高从凯之间的问题 首次暴露在大家眼前 高从凯作为电视剧导演 他的作品包括 《人不彪汉网少年》 《深探》等 口碑都很好 因此他的工作很多 长期在外拍戏不回家 赖慧如自己也忙着演戏 夫妻俩聚少离多 女儿都是送到奶奶家照顾 一家人各自住在不同的地方 距离相隔甚远 也没时间交流感情 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当时赖慧如回应 她和老公年初吵架吵到要离婚 情绪过后为了孩子冷静下来 决定好好讨论 因为彼此还是相爱的 但同时她也透露 自己确实搬出夫家独居 她解释 因为拍八点当 常常早出晚归 有时凌晨四 五点出门 也常凌晨一两点回到家 有次拍到凌晨三点收工 但早上五点要出外景 她回去吵到公公和小姑 讨论之后决定先搬出来住 才不会因为自己的作息吵到家人 但她只要没戏就会回去住 这次官宣离婚后 许多细节终于曝光 2020年9月 高从凯已特意飞回去签字离婚 双方父母都不知情 他们对外也不敢承认 为了女儿 两人决定和平相处 最近在网上还有过互动 两人的婚变传闻传了一年 外界的猜测声越来越大 只终究包不住火 如今还是出面承认了 年仅25岁的赖慧如 当年从选秀节目 明日之星出道后 不仅靠着多情城市江慧君走红 近期也在黄金岁月中饰演林月娇 歌唱 戏剧 主持都发展得很好 受到许多粉丝喜爱 日前 第三十三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出炉 发行四张专辑首次入围的她 一打开手机就被恭喜讯息息版 整个人愣住不敢相信 忍不住喜极而泣 在录像现场泪崩 据媒体报道 这次金曲蒋魁为16年 将在高雄巨蛋登场 竞争台语女歌手的阵容强势 将由朱海军正确的答案 赖慧如爱无是一种罪 黄飞无栓 将会移空 张涵雅下半场一起角逐 赖慧如接获消息时 才刚结束录像回到休息室 没想到好多亲朋友好友 传来祝贺讯息 才得知自己净入围了 当下眼泪直流 脑筋真的一片空白 我从来没想过 金曲奖会跟我有关 同样入围的金曲歌后 朱海军 这次则担任接奖嘉宾 从自己口中说出自己的名字时 既紧张又兴奋 以丰厚两次的黄飞 再度叩关本届台语歌后 也是他第十次入围 对于得奖与否 他笑笑表示 就是保持平常心 赖慧如近日迎来 女儿恩恩五岁生日 特地包下旅馆 盛大举办生日派对 没想到前一天阿妈摔跤 直接送进医院手术 正在纠结之时 阿妈不舍宝贝孙女失望 在医院就叮鸣 明天恩恩的生日照办哦 他期待很久了 最终以视讯方式共同参与 恩恩对着镜头说 阿祖赶快好起来 等你回来哦 一家人的感情十分融洽 也成为赖慧如最坚实的后盾 当年 赖慧如和大他16岁的导演 高从凯结婚 并生下一女 不过两人婚姻 仅仅维持四年 就因为个性差异 聚少离多 最终在2020年签字离婚 恢复单身的赖慧如 花更多时间拼事业 雇小孩 努力当个称职的单亲妈妈 比其他人更早熟的她 如今终于获得奖项肯定 女星赖慧如在多情城市 黄金岁月皆有精彩演出 努力在演艺圈中打拼期待 发光发热 但其实她的童年很多传 曾因爷爷认为她会克服 而被送到孤儿院 最后还是因为外婆看不下 才接回养大 赖慧如在命运好好玩中 提到小时候的事 爸爸很早就过世 妈妈改嫁后 会算命的爷爷认为 她命格克服 加上算出她没前途 养也是白养 索性送到孤儿院 外婆心疼外孙女 把她接回来养 从小就鼓励她一定要努力 要证明给人家看 绝对不是没有用的人 而赖慧如也因此从八 九岁就登台唱歌 一直以来都很努力赚钱 想要让阿妈过上好日子 除了她之外 当时弟弟也被送到孤儿院 同样是外婆带回养 后来由一位无法生育的老师收养 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子弟俩也一直都抱持联络 台湾最近天气冷嗖嗖 才刚打完第三剂疫苗的台湾艺人赖慧如 近日和剧组在西纸山区拍摄八点当时 因为天气状况不加路面湿滑 整个人湿足滑下山坡 被工作人员救上来后 又因为唤起过度气喘病发作 吓坏现场剧组人员 好在大家紧急应变 有些人拿保暖衣物 有些人拿塑胶带让她可以顺利唤起 赖慧如晕倒的消息一出 不少粉丝都相当紧张 纷纷到赖慧如的脸书粉丝团关心她 而赖慧如本人也发文向大家报平安 并表示钢铁胶子没事 依旧在奋战 剧组的大家都很照顾我 打完第三剂隔天拍灾难戏 验证我是年轻人副作用极大 但她也坦言回想起那天淋雨拍七个小时 至今想起来还是有点发抖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